水面上红彤彤一片全部都是满江红 水池出现这种奇景 有摄影师拿着专业单眼相机 就站在岸边按下快门狂拍 一次看到长满的时候 觉得好像一片红地毯 这样很漂亮 红色满江红漂浮在水面上 被花草植物围绕像是天然化作 有民众忍不住把手伸进去湖里 把满江红捞起 原来好几个叶片加起来 都比手指还小 这也是花莲庆丰村一处农田 因为水质清澈没有农药 意外繁殖出大量满江红 满江红是绝类植物繁殖相当快速 全球只有六种 而它的叶片呈现三角形 大小约一公里 早期没有化学肥料的时候 满江红它是一种绿肥植物 它会把空气中的蛋固定下来 所以它是很好的蛋肥的来源 满江红因为叶片中含有色素 受低温影响或是营养不够 就会变成红色 但到夏季阳光充足后 叶片就会转绿 那种绝类也是蛮漂亮的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在台湾的部分 应该比较少了 如果假设在花莲的话 我可能会去观赏一下 不只在花莲看得到 镜头来到南投 河流处一块块满江红拼贴而成 在南投五届部落 在这里满江红转为红色或橘色 和高山蓝天相互呼应 被誉为是上帝的调色盘 而把连续假期就要到来 民众除了赏意之外 还能参考全台为二两处的满江红秘境 三一转吕燕张群花莲采访不到